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俗话说得好 那话怎么说来着 光受不练是假把势 是不是 那咱就练一练 证明一下咱是有真把势 好吧 来 回到周面 打开HTML5 打开HTML5 标签的改变 我们打开 在这块新建个扣档 新建个扣档 里边就放一下我们的HTML代码 来 新建个email叫HTML5 右键编辑一下 来 用notypad编辑一下 第一件事干什么呢 要写HTML5 是不是得写什么呀 DTG声明 别忘了 所以我们 尖号 doctype 空格 html 这样我们的DTG声明就写完了 然后 写 HTML标签 开始 HTML标签结束 斜杠 HTML标签结束 好 当然 虽然说这个HTML标签和一些标签可以省略 但是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细形练习的时候 还是提倡大家写上去 保持什么 文档的完整性 是不是方便阅读和修改 是不是 好 我在以后课程中 给大家写什么 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除非个别演示简单东西 否则会把这些 什么框架标签都给大家写出去 来 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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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来 body标签 斜杠 波底标签结束 来 我们在这个页面中写的时候 需要一些样式布局 需要一个样式布局 那样式布局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在这一块写 嵌入式样式 可以吧 嵌入式的 STY词料标签 引入 先的CSS 我说了 是不是不懂CSS 兄弟们 得好好学习一下 否则你看不懂我写的页面 那我们看一下 用一个什么 HTML5 该怎样切非页面呢 来页面布局 就是这种方式 是吧 那我就按照他的方式来切了 好吧 好 第一件事 是不是将页面分为三部分 是不是 顶部 然后中间区域 然后还有底部 是不是 好 咱做的第一件事 把页面切分出来 好吧 来 切分页面 切分页面顶部 用HADAR标签 HEADR HADAR标签 它是用双标签 需要开始 需要角数 是不是要成对的 HEADR 然后呢 中间是不是有两个区域 大家看一下 整个环灯片的中间分为两个区域 左边部分区域 是不是section标签 右边是不是个side标签 侧边来 是不是 好 所以这块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标签 给它扩起来 谁呢 设计DIV就可以 一个DIV标签 来 斜杠 DIV标签结束 现在它里面 是不是分左右两部分 是不是 左边是section标签 SECTI 表示整个页面的主体区 注意是页面的主体区 SECTI 然后呢 右边 放上我们的侧边栏标签 和side 侧边栏 和side标签 ASID 好 那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呀 来看一下我们朋友的片 是不是页面的foot标签 好 来 写上foot foot FOTR 斜杠foot标签 斜杠FOTR 好 整个页面是大块就不完了 是不是 但是你说我从页面中可以看出来吗 显然是不行的 显然是不行的 来刷新页面 好 你看页面中啥也没有了 是不是 好 结构标签啊 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样式 要想显示样式怎么办呢 需要CS的知识吧 是不是 好 首先我来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大家千万记住了 好 什么事情呢 来 新号 选中所有的标签 来 我给所有标签加一个东西 叫边框 BOR BRBORDER 毛号 EPX 给它以消速好吧 SOLID实现 SOLID实现 然后呢 红色 来看一下页面中会有什么效果 刷新页面 好 页面是不是 整在一起了 是不是 好 但是现在看不出来啊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给它再来个高度 好吧 所有表情给它个高度 HEIGHT HEIGHT 毛号 20PX 来 大体看一下什么效果 小心 你看 是不是一个个框啊 是不是 一个个块吧 而且什么 从页面的开始 一直到页面结束吧 是不是 好 这一块要说的什么意思呢 记住一句话 这个本身啊 本身这条代码 倒没什么 倒没什么 给大家注意一下吧 给大家注意一下 本身这条代码 没什么 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好 是 所有的 结构标签 当然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 HTML5 HTML5的 结构标签 好 本质上来说 就是 一个 DIV 标签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 有意义 好 所以大家在什么呀 在学习刚刚解构标签 是不是看到我标入了有意义的DIV 是不是 好 就这意思 所有的 HTML5 本质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DIV标签 只不过什么 有意义的 以前是不是DIV是无意义的标签 是不是 现在它就变成有意义的标签了 好 来 当然这个代码我们注视掉 我们注视掉 好吧 免得影响我们以后的布局 免得影响我们以后的布局 好 来刷新页面 看是不是又回到白色状态了 啥没有 刷新页面 是没了 好 下面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页面给撑起来 你看 我们画的篇里是不是有撑起来 是不是有高度 好 那我们就给它逐个花园区 好吧 来 下面开始什么呀 代码的编写 首先是 页面头部 页面头部 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HTML5 HTML5 好 我们给它一个什么颜色呢 给它一个蓝色态四眼 天蓝色好吧 HTML5 HTML5 好 给它一个 高度 HEIJT 冒号 要 150PS 咱就凑合两个好吧 来 来 150PS 冒号 英文的 好 来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好吧 背景颜色 BACKGROUND Background 背景颜色给什么颜色呢 来 给一个 我比较喜欢颜色 天蓝色 页号 ABCDEF 没有G 来刷新页面 好 页面头部是不是出来了 当然宽度的话 咱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好吧 宽度咱不调整了 咱之间什么 让它100%宽度就可以了 宽度咱不调整了 好吧 然后呢 头部是拍什么呀 中间的部分 好 页面 中间区域 是不是 它什么呀 是不是给DIV套了两个 什么 DIV里边套了一个section和一个side 是不是 好 相应的这两部分 如果你不要DIV的话 行不行也行 我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区域里 显示一下 那你说 哎 我想给他俩定一个高度 怎么定义呢 好 来 我们先把DIV 放这摆子 虽然说不用定义 虽然说不需要定义样式 但我们上次摆 一会需要是咱再加 是不是 来 加的是什么 是sectio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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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什么选择器选择它 是不是atman选择器 来 也给它一个高度 heijrt 这个高度我们设置高一点好吧 设置一个 嗯 700 像素 然后呢 配颜色 bac可以叫und background 给它个颜色 咱也给添加颜色好吧 三个区域是不是同级别的 那再给同样颜色 警号 abcdef 好 来看一下有没有 刷新页面 好 是不是连在一起了 是不是 意味什么 因为你section 是不是没有宽窄啊 而我们的页面中 而我们的什么呀 幻灯片中 section 是不是站左半部分啊 是不是 它站右半部分啊 那么给它定义宽度好吧 定义宽度 好 那section 给多宽呢 WDTH WDTH 给它 60% 怎么样 70也行 70%吧 看70%够不够啊 来刷新页面 好 70%可以吧 好 剩下的是谁啊 哎 剩下是不是个side啊 那咱给它百分之什么啊 30%吗 不 咱给它27%或者28好吧 少给点 中间是不是有个白看啊 是不是啊 所以咱给28% 为了给28%呢 因为中间 因为我们的幻灯片中间 是不是有个小小空白啊 是不是啊 再给它拔了点空啊 来 反过来 继续写 好 当然 这个选择器需要改成什么 A S I D 是不是 A S I D 塞着多签 那这样的话 页面中可以看到三个DIV在一起吗 显然看不到 你看是不是都在一行啊 它本身就是什么 我说就是DIV是不是 所以它有DIV的本质啊 是块状元素 一个站一行 那我想是什么 我想它两个站一行 共存怎么办啊 一个float left float 冒号 left left 一个什么啊 一个float right 是不是可以了 float 冒号 ijet 好 来 刷新页面 出来 哎 它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那你说上面和下面 是不是连在一起了 是不是 好 这个不要紧 咱给产生个距离好吧 产生个距离是谁啊 用DIV可不可以 可以吧 DIV 那咱怎么样 现在连连距离呢 用margintop行情 ma g-in margin margin top margin-top margin-top 然后给它一个 实相做吧 好吧 搞定 刷新页面 看有没有 好 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OK 那效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 是不是还是一个什么 底部没划分吧 因为底部是不是 那这块用没有底部 该怎么写呢 来 再写一个 页面 底部 底部 是谁啊 FOTR Footer标签 该怎么弄呢 我们依然给它定义什么 FOTR Footer标签 给它定义高度和变连颜色 高度 HEIGGT 它底下的你给小点 好吧 不用给太高 是不是 给它100吧 100相做 变连颜色 D-A-C-K D-A-C-K G-R-O-U-N-D Background 给多少 给它 还是一个贴蓝色 好吧 多清新 是不是 小清新 好 来 刷新页面 好 你看 往下拉 底部 你看能看见吗 看不见吧 是不是 好 为什么看不见呢 注意 我们上面 是不是 D-A-V这块 有float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有float float left float right 那我们下面这个 速度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clear一下 才可以 C-L-E-A-R 对 C-L-A-R-B-O-S 才可以 B-O-T-A-R 清除一下浮动 来 刷新页面 往下拉 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 咱的是不是 颜色写得不太对 background A-B-C-D-E-R C-D-E-R 好 这次就没问题了 来 刷新页面 下面是不是 多一块 那你说 我也没有高度 怎么办 什么 是不是产生个距离 对 来 M-A-R 真 G-TOP 冒号 多少 10PS 好吧 刷新页面 好 没出来 没出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DIV没有高度 float有高度 DIV没有高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 给他也给来高度 HEIGLT Height 好 700像素 好 搞定 刷新页面 好 是不是有了 你看 我们现在页面的布局 是不是就搁我 幻灵片的布局很像了 是不是 不要切勻 对我 使用得先吧 好 那我们这块就介绍了几个标签 使用 是不是三个标签 HEAD标签 Section标签 Side标签 和 复材标签 现在大家是不是知道 什么 这几个区域该有什么标签了 好 来 咱们继续好吧 咱们继续来丰富 那HUD里边 我们知道有什么 什么有个导航 A标签 那咱这块 标注先的意义 在先的编辑里标注一下 来写一个 为了标导航 咱这块加一个什么 注释 证明一下 这是我什么 来加个P标签 往后拉一下 往后拉一下 不然那个缩镜都没了 好 为了证明一下 我们这块什么 证明这是HUD标签 我在这块加个P标签写一下 好吧 这是一个什么 P标签 斜框P标签 好 我们这里写 这是一个 什么 Head标签的部分 是不是 ACEAD Head标签的部分 好 那相应的下面是什么 是不是Section标签 来 为了省事我就复制了 虽然说复制是一个很可耻的习惯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复制还是很有效果的 是不是 好 来 SECTION 下面是什么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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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 好 可耻不要紧 懒是吗 懒仓的进步 是不是 是解释懒人发展起来的 FOTR FOTR标签 FOTR标签 好 相应的呢 我们说了HUD标签里边有什么呀 有个导航标签吧 那导航标签怎么用呢 简单 来 直接加一个AV标签 斜杠 NAV标签 好 那你说NAV标签有什么效果呢 很抱歉的告诉你 NV也没有效果 因为我说了 结构标签是不是都是DIV啊 所以你别指望它有什么效果啊 所以呢 我们要写什么 我们要写真正的导航列表的话 还得接住谁啊 还得接注意 UL和LI列表 好吧 来 咱们写了 NAV在这一块呢 首先我得给它一个高度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吧 头部这块 加上一个NAV标签 NAV标签 好 为了让它颜色能看出来呢 我们 互换能片利用的是什么 这是墨绿色是不是 好 墨绿色我找不着 给个黄色行不行 各位 兄弟们什么 凑合一下 凑合一下 给个屎黄色 怎么样 好嘞 先给高度 高度给它30像素 好吧 然后呢 颜色 BACKGROUND 来个屎黄色 是锦号 FF9900 但是大家写F90 可以 发信 好 是不是有了 好 那有了 这个标签不要紧 咱是不是应该让它往下来好看啊 所以呢 我让它和上面产生一个距离 叫 MARCIN 马井 杠 拓坡 来咱凑合着改一下 因为我也没两过是不是 咱凑凑一下 100了 100像素 看合适不合适 小心 好下来了是不是 OK 那我们导航的列表就有了 所以说里面没字是不是 但是我们导航的位置已经确定了 那要是有字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怎么写啊 好 UL和Li列表 注意导航还是什么 和我们一样的方式一起写 只不过是外面这个DIV变成LIV UL 好 斜杠UL 那里边是不是应该一大堆Li啊 是不是 斜杠Li 斜杠Li 哦 没开始呢 好 Li开始 斜杠Li结束 Li开始 斜杠Li结束 咱写五个具象了吧 不写多了 不写多了 好 那第一个是吗 一般是不是首页啊 是不是 好 第三个企业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那不是那个企业啊 我我想写的不是那个公司的企业啊 就是企业是不是 首页企业是不是 等等等等业 还有一些业是儿童不宜的业 咱就不说了 好 咱就再来点啊 再来一个论坛吧 好 商城 社区 是不是 还有个弯了个区 是不是 那咱就不写了啊 好 来看一下页面中 它能是一个导航量是吗 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呀 这个UL和Li 说实话 Li是不是也是一个DIV一样的 是一个块状元素啊 是不是 它是一个元素摘一行啊 那我想想它什么 这些元素摘一行怎么办呢 用flat元素 很多训练兵写过 学过美工是不是 应该知道啊 好的 我们用NNV标签 然后呢 空格 什么选择器啊 什么关系选择器啊 选中里边的 UL 然后选中里边的Li标签 给它定一个元素 给它定一些样式啊 好 那定义什么样式呢 第一个 得给它宽度 flat 左幅给它一个宽度啊 那咱 WiDTH吧 DTH 宽度 给它 100 高度 HEI这些信 那就给30行了 行吧 好吧 咱现在不求美工 只求E 是不是 好 高度给30px 然后呢 还需要什么呀 是不是还需要 左浮动啊 才能让它 什么 再一行显示 所以flat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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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号 EFT 来看一下 完工了 刷新页面 好 我们导号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 虽然 虽然写的可能不好看 你想想让你居住怎么办啊 line hat 是不是啊 那咱就没要没了了 咱不能这么写哈 来来再写一个 是不是不行了 HEI HEI 那我们到页面头部就算完成了 好 页面头部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什么标签啊 是不是 secution标签啊 表示一个区域吧 是不是啊 那我们在活动片中这块区域里放了什么 是不是放了一篇文章啊 小k次 再往里放个文章好吧 好 那咱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secution这块什么呀 放了一个文字吧 好 那文字让你下来 那为了好看 咱加个p表签给它什么呀 给它缩进起来好吧 p表签 然后呢p表签开始 p表签结束 斜杠 跑远了 斜杠p表签 结束 好 斜杠p表签结束 然后呢 下面是不是可以写了 是不是 写文章该用什么来写啊 诶 大家知道 是不是应该用article啊 article啊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文章标签啊 它就用来定义一个文章块 article 用来定义文章块的 好 那这个文章块里边 我要放一篇文章该怎么放呢 说了文章是不是分好多部分啊 是不是啊 分为顶部底部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中间区域啊 好 幻灯片这块啊 我列出的是不是harder啊 还有footer啊 还有p表签啊 呃 虽然这么列可以这么用 这么用可以啊 但是这样一来 你看注意 我这样一来的话 页面是不是出了两个header 两个footer啊 是不是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用atm选择器啊 在咱现在的页面布局啊 现在页面布局 是不是用atm选择器啊 这种选择器就可能产生互乱吧 另外 对于苏眼影情来说 我个人认为 也不是很友好 你想一个页面 用两header 那苏眼影情哪知道 谁是谁是header 谁是不是 谁是大header 谁是小header 是不是啊 所以我个人记忆啊 这块不用header了 那artico标签可以给什么用呢 artico标签啊 它本身就是定义文章的 有标题内容是不是啊 那我们 标题用什么写啊 诶 h系列标签就不可以了 h系列标签 h2吧 h2可以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h2标签 h2标签 斜杠 h2标签结束 斜杠 h2标签结束 h2 写不出这儿来了 h2标签结束 那先等文章内容 给你什么写呢 来 用p标签来写 是不是写段落的 是不是 诶 你多少段 你写多少个p就完了 是不是 来 斜杠p标签 斜杠p标签结束 斜杠p标签结束 好 我们再一块 负诗一首好吧 负诗一首 来 写什么呢 春晓 春 不是春哥 春晓 好 春晓怎么写的啊 好 来 让我给大家号 负诗一首 春晓 第一句话是 春眠 春 眠 不是春眠 不是买话 春眠 不觉晓 是不是应该 逗号回个车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在浏览器 回收什么 比较标签吧 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字咬 是不是 逗号 中文的 来 再换个行 币亚标签 写杠结束 然后下一句要怎么说呀 打上 地地围 是不是 好 写杠 币亚写杠 点上地地围 最后句话什么呀 哎 不知死所少 是不是小时候经常念这句诗啊 是不是 来 这个币亚结束 再来个币亚结束 好吧 来看一下页面 刷新 点错了 来 回到一面 刷新 好 是不是春小姐出来了 你说有什么样式呢 很抱歉的告诉你 没有 因为artico标签 文章变成就是用来定义一个文章块 也是一个什么 DIV 那DIV本身是不是没有样式啊 那artico也是没有样式的 好吧 那你说我想变得好看点 可以吗 可以 artico嘛 自己写了 artico标签 来 你想让它变得好看点 咱来个 是不是在secation里边的 好 那在secation后面 这块定义文章是不是啊 secation标签这块定义文章是 artico标签 我选中它 artico标签 artico标签选中它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并颜色好吧 来 back ck ck gr ound background标签 来 颜色呢 咱依然延续什么呀 延续这个NAV标签的颜色 因为它是不是二级的 是不是 header是一级的 那DIV是一级 SX是一级的 那相应的 我这块依然延续什么 屎黄色好吧 F90 这种方式也可以啊 来 相应的给它什么 给它一个宽度和高度好吧 如果不写的话 它是不是满屏幕都是啊 是不是 这样不好看是不是啊 为了好看点 我让它 居中对齐显示 显出个块来 好 那怎么写啊 是不是给WDTH DTH 那我们记得这个宽度是70%是吧 那这个 咱写个实际点 写个500吧 好吧 500升速 应该足够了 来看一下 有没有500 好 是不是500啊 为了让它再好看一点 是不是应该居中显示啊 那怎么办呢 好 MAR-MAR-0 空格 AUTO 让它居中对齐 好 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啊 里边的字呢 好 那就TEST A-L-I-G-N 是不是 Margin text A-L-M Centers Cent A-L-I-G-N 我们就不多讲了 不是讲C-S-S 少写两个 好吧 页面中好看就可以了 来刷新页面 好 是不是春小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好 相应的 我的诗可以写多首吧 是不是啊 那我写多首怎么办呢 直接把什么 你直接把article复制一份就可以了 或者来 我给你们写一个吧 那第一首是不是结束了 结束该有什么标签 是不是主题结束标签啊 那来 HR标签 写一杠结束 好 第一个诗主题结束了 来 是不是再写一首诗啊 这怎么办啊 来 A-R-T-I-C-L-E 再来一首诗呗 斜杠 A-R-T-I-C-L-E 结束 斜杠 A-R-T-I-C-L-E 好 来 再给大家复制一首吧 叫 上学歌 那HR标签用来什么啊 定义它的标题 那首歌怎么上了 太阳听 太阳听空照是吧 好来 斜杠 HR标签 叫上学歌 但具体语言是没有给忘了 内容我还记得 好 P标签开始 斜杠 P标签结束 然后呢 第一句话是应该这么说的 叫 太阳听空照 是不是 太阳当空照 太阳当空照 是什么时候 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笑 是不是 对没错 来 B-R-B-C 好久没唱了 小薛儿唱了 好 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笑 花儿对我笑 来B-R-B-C 你有点长啊 我感觉有点长啊 叫什么 那个话 太阳天空照 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 小鸟 说 早早早 是不是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怎么像歌呢 我是不是背错了 像歌 来 玩儿 咱来一个 好吧 B-R-B-C 好 咱来写一句 咱不写了 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我要 我要 那句话是怎么唱的 是我要 炸学校 老师 不知道 一拉线 一拉线呢 一拉线 赶快 跑 来 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 画上了吧 不是太长了 一拉线 赶快跑 然后怎么啦 轰的一声 学校炸没了 是不是 叫轰的一声 学校炸没了 可见当时对学校有多么痛恨 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什么感觉 看现在小朋友上学 也比男青 乖乖乖乖乖乖 好嘞 是不是两篇文章就有了 来刷新下篇 是不是两篇文章都有了 先的主题 先是不是也有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一块呢 就介绍了一个article标签 和HR标签 主题标签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页面 好 文章标签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 额赛的标签 额赛的标签呢 是测边栏标签 说白了 它就是什么 页面的测边栏 这东西啊 测边栏在现在的页面中 是不是很流行 随便打开网站吧 我虽然慢啊 请大家谅解 可能我家的网速 是万有级别的 好嘞 你看这边是不是 你看整个页面 是不是上面一部分 然后呢 中间是一个什么 主题内容啊 文章啊 是不是 文章内容啊 来你看右边 是不是有什么 有个测别栏啊 页面是不是又有个测别栏啊 你看测别类放的什么东西 广盖一部分 是不是 然后呢 三个月内的最火视频 是不是一些主题啊 是不是啊 你看最新的论坛推进 是不是一些同类型的主题啊 好 测别栏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现在也很流行 是不是 所以呢 HMR5中也有测别栏 那测别栏是什么标签 是不是额赛的标签啊 好额赛的标签 我们这块继续来 好吧 来看一下额赛的标签 额赛的标签 我们说了 它是一定一个测别栏 那测别栏已经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就是什么 在这边写一个 屁股签把它放起来 好吧 把这个额赛的放进去 斜杠 屁股签 现在呢 我把这句话附进去啊 免得什么 免得影响我们的创作 热情 好 放进去 其实额赛的标签啊 也是定义框架 来看一下我们页面 在这呢 在这呢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在这啊 是不是啊 好 为了 在这一块显示出什么啊 哎 我们页面中 常使用的一些主题列表呢 我们可以进入另一套标签 这一套标签呢 就是我们刚刚学过 但是没有使用过的 Hgroup标签 H GROP Hgroup标签 我们说了什么啊 是不是 H系列的组标签啊 是不是 H系列标签的组标签啊 说白了哈 它是用来定义 同类型的标题的 来 斜杠 H 斜杠 H GROP 是不是 是不是 定义组标题啊 是不是 那怎么定义呢 来 我们写几个 这里边哈 放的就是H系列标签 这里边就放H系列标签 H1到H7 为什么呢 借个人建议哈 不要放H1标签 因为H1标签对整个页面来说 是权重最高的标签啊 一般只用于logo或者网站名称 也就是说什么 一个页面 只允许有一个H1标签 虽然这不是什么 虽然这不是规定 但是还是这么写的比较好一点啊 那第二呢 H2标签呢 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权重仅次于H1的 它允许出现多个 但是刚刚在我们代码中 是不是什么 哎 左边的主要区域里边用了H了 是不是啊 那你右侧区域在22起步是有点宣秘能夺度 那所以是吗 我们这一块一般都有H3 一般都有H3标签 H系列的三标签 当然你说H4H5可不可以用 但是我也不介意大家用哈 因为那样什么 那样的权重会更低哈 不太适合 H3标签 现在里边说什么 写什么写标题就可以了 那怎么写呢 咱几个例子吧 写几个新闻人家点一下 为女应该是女生宿舍为何频频被盗 是不是频频是这么频吗 频频被盗 然后再来一个好吧 H2H3标签 H3标签 好 斜杠H3结束 好 200头股猪 为何半夜惨死 是不是 好 H3标签 继续 斜杠H3结束 是人性的扭曲 来 再来一个 H3开始 H3结束 H3结束 还是道德的沦丧 是不是 这是不是定义了几个 是吗 新闻标题吸引大家去点 是不是 好嘞 那Hgroup就是这么个作用 Hgroup作用就是什么 我用来定义一个标题组 把现在的H2标签放进去 好嘞 看一下一面 搞错 这个 刷新一面 刷新 看是不是 我现在的什么 H2标题就在这 是不是 注意 它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Hgroup Hgroup也是一个DIV的样式 是不是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这些黑体字 粗体字 实际上是什么 H3系列的意义 好吧 好 那我们这块又讲解了谁 又讲解了Hgroup标签 好 那 最后一个Foot标签 Foot标签没什么好讲 就是一个底 是不是 这块放一些细纹什么都不用讲 比如说什么 我可以在这块 上面放一个P标签 写一下这是什么 细纹吧 P标签 Foot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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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怎么这些 是不是 来看一下页面 好 刷新 看底部 是不是 你看 这是一个Foot标签 上面写一些导航啊 是不是 下面可以写法律条文啊 或者什么 哎 联系我们呢 可以在这边写哈 联系 联系我们呢 是不是 好 当然我这块样式可能先帮我看 是不是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 哎 是什么 叫 客户意见 甚至什么 商户合作吧 是不是 商户合作 等等 好 来 看一下一半钟 是不是很合适用啊 是不是 SMAO标签 这是SMAO标签用法 SMAO标签用法 好 大体上哈 我们的结构标签就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注意 我们返回最上面 好吧 现在返回到最页面 最上面 还有一些标签没给他讲 是不是 来 结构标签 还有哪个没讲的 第一个是 FUGAR标签没讲 是不是 FUGAR标签是没讲 是不是 好 这个标签我给大家讲一下 好吧 这个标签干什么用的呢 超简单 来 返回我们的代码 相应的 还在什么呀 文章块呢 咱的文章块 是不是 这是section区域吧 section区域的文章 第二个文章结束 这块呢 我们再加一个主题结束 一下 主题结束 这一块呢 讲解一下 我们的FUGAR标签 FIGURE URE标签 这个标签 URE还是URE URE标签 来 兼括号 FIGURE 好 我们定义一个缩写 不好意思 一点拉过去 来 定义一个简称 好吧 好 那这个简称 我们继续定义当时举的例子 叫UFO吧 那定义它怎么用呢 两种方式都可以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用它的配套标签 什么呀 来 就是这个标签 FIGCPTI1标签 FIGCAPT CAPTI1标签 用它来当一个什么呀 标题 FIGCAPTI1标签 中间写上UFO 然后呢 是不是要给它做一个相应的解释 那解释有什么东西呢 好 简单 用个P标签就可以 解释标签这个都不用什么强制的 斜杠 UFO什么呀 好 叫不明飞行物 什么呀 安 安诺是不是 安诺 FLYING 我是刚刚猜说了 之前UFO UFO 一直没想过这问题 到底是什么UFO 现在终于想了 原来是安诺FLYING OBJECT 你看 我们学程序的是不是都知道什么 OBJECT 是不是 什么意思 什么对象 雾名飞行物 就是安诺FLYING OBJECT 好 你看 不但能学HM 还能学知识是不是 好 那第一种FIXER方式就定网了 相应的 你说它有什么 可以有相应的样式吗 也没有 也没有标签 它就是一个DIV 是不是也没有标签 好 那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说了 可以用什么呀 可以用DD和DT标签吗 FIG URE 斜杠FIG URE E标签 那这块呢 FIG URE URE 相应的这块呢 我不再用什么 用它配套的标签了 我可以用DT和DD 那DT本身就是定义一个什么呀 定义一个Title 定义一个标题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和DT放上面 原来定义什么呀 定义一个简称 比如说是 咱嗨UFO 好 比如说这个 咱有啥名 好 比如说什么呢 好 叫DDS 好 DDS是什么意思呢 好 你猜猜DDS该是什么意思呀 来 DT DT用来定义 是不是 DD用来解释吧 是不是 好 DD斜杠DD结束 那什么叫DDS呢 是大屌丝 都猜错了吧 是不是 好 来 我们看一下一面 是不是一样的显示方式 是不是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Future标签 你用两种方式 什么样都可以 怎么样都可以 可以用什么呀 他专用的这个标题标签 也可以用DD和DT来显示 我们再讲DD 是不是说话 好 那结构标签呢 基本上就完了 是不是 还剩一个叫Dialog Dialog标签 Dialog标签的使用 是用来定义一个对话 那怎么来呢 来 继续 好吧 把这个主题也交出下 下面再来一个对话 好 Dialog 是不是用来定义啊 是不是 虽然它是黑色的 但是注意啊 它依然什么 依然是HTML5支持标签 可能是我的什么 我的浏览器 我这个编辑器榜本 太低了 所以不支持 好吧 好那Dialog标签 该怎么用呢 简单啊 说话 咱说了 它的配角外形 就是DT和DD吧 DT用来提问呢 是不是啊 你看我们可以认为 我们可以认为DT表示什么 D是提问 然后呢 DD是什么呀 D是提问 那D就是回答呗 是不是 就是答呀 一个问一个答 是不是 好可以这样认为 虽然它本身不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说呢 来 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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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呀 说悟空 是不是 你又调皮了 又调皮了 然后呢 观音姐姐的 姐姐啊 观音姐姐的 月光 宝盒 怎么能乱扔呢 是不是 然后什么呀 悟空说什么话了 苏悟空说什么呀 悟空 悟空 说什么呀 是不是还没说 是不是 瞪着眼看 是不是 无语 然后 看着 看着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唐僧是不是又来了 DT 锡杠 DT 说什么呀 说 唐僧 这么说的 唐僧 唐僧说 这样乱扔是不对的吧 是不是 乱扔 乱扔 乱扔是不对的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 就算砸不到小朋友 砸到花花草草 也是不好的嘛 然后悟空说了啥了 来 悟空要说话 是不是应该用DT标签来据血 是不是 DT标签 是不是 一问一答 还一人站一个 来 斜杠 DT标签 悟空说 冒号 是吧 是吧 还没说 是不是 纠结 应该说是纠结 好 然后唐僧是不是又说了 是不是 吴空你想要吗 想要你就告诉我呀 想要你就告诉我呀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 知道你想要呢 等等等等 什么又没了 是不是 悟空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啥 D标签 喜好D标签 是不是 悟空终于说话了 是不是 然后什么 我靠 是不是 我靠 然后拿棍子轮上去了 我靠 然后有一点 一棍子 应该是套号 表示气氛 我靠 然后括号写的是 一棍子轮上去 一 一 棍子 轮上去 轮 轮怎么写 轮 第五个 上去 好 你看我们是不是定义一个对话 是不是 虽然说这个对话里边 唐僧说了恩多话 悟空只说两个字 是不是 但是这个对话是不是很明显 一问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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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虽然那个人一直都没说话 但是他依然回答 是不是 也是日间交流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的结构标签就算介绍完了 就是几个 是不是 结构标签 结构标签介绍完之后 我们有多明体标签 我说多明体标签 我们是不是不介绍 是不是 多明体标签 我们会在什么 下一讲里边 着重来介绍多明体标签 好 那后面 有一些web应用标签 这个标签 依然什么呀 主题结束 主题结束一下 好吧 然后呢 我们需要写一个menu标签 menu 斜杠menu 好 这个标签 理论上来说 它可以和什么 li标签直接用 这是w3c给我们的提供的标准方式 和li一起标 一起用的 li标签 然后呢 它是用来定义列表的 定义面列表 不是什么 点击是不是 右键单击 当然 在浏览器中 你看不到它有任何效果 右键单击点击都没用 一点用没有 一点用没有 所以它指什么 正常情况下 menu和li一起用的时候 它就是写出一个什么 无序列表的样式 那可以用吗 好 只有一个可以用的方式 就是menu和menuitem 是menu和menu的组合 menuitem的组合 虽然这个表现是不是也不认识 是不是 不过没个详细 menuitem 好 相应要使用这个标签呢 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呢 需要将menu的一个属性设置上去 什么属性呢 cuntst cortens type type对cortens typ 类型 等于cortens 来讲以后 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需要给它加一个类型 属性 第二个呢 这个menuitem需要学几个 分别是什么 有三个属性 三个属性 第一属性叫labl labor属性 用来定义这个什么呀 用来定义这个命令菜单的意义 比如说什么呀 哎 就是叫菜单吧 行吧 叫菜单 1 这叫1 那第二个属性什么东西呢 第二个属性是什么呢 第二个属性呢 叫 叫啥来着 第二个属性是 第二个属性呢 是世界属性 unclick吧 好吧 再下unclick unclick clack 少个c 好 给它指定一个什么呀 指定一个命令 比如说我弹出一句话好吧 来弹出一句话 叫个letter a-r-e-r-t 个letter 这是菜单1 这是菜单1 或者这是我的菜单都可以 但这块写什么 字母串吧 好 第三个属性呢 第三个属性是 icon属性 icon属性 icon属性呢 它用来指定什么呢 用来指定一个什么呀 小图标 icun图标啊 那这个图标我们没有 我们打开软件 找一个好吧 不用这个 好 百度 咱用百度logo行不行 看一下百度logo的图标 是属性多少 来 它是百度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 好 会很小啊 可能看不清楚 不过 无所谓凑看一下 来 然后呢 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用这个命令菜单 注意是用这个命令菜单 那我这块写一个 什么呢 div可以吧 好 斜杠 div结束 然后呢 这一块我要什么呀 我要用这个菜单 需要on con txt oncotex 等于什么呀 等于我这个什么呀 属性值 等于我这个命令菜单 那这个命令菜单呢 叫什么呢 不知道 得起个id id等于什么呀 菜单叫菜单吧 行不行 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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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那我叫什么呀 选中它就可以 相对应的 来 在这里边写 右键 单击 我 试试 来 我们这块需要打开什么 火狐乱器好吧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上 打开 现在的 火狐乱器 好 浏览器 浏览器 打开火狐乱器 Filefox 因为只有火狐乱器 支持 浏览器不支持 好 来 把这个文件拖进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吧 来 找到我们的什么 找到 这个有点短了 是不是 我们页面有点短了 来 右键单击在哪呢 看不见了 咱们把这个什么 页面调长点 好吧 页面有点短 这个页面有点短 咱们调长一点 700这个稍微改一点 改成1000吧 好吧 700这个改成1000 1000 这个多了 1000就可以了 1000 相应的这个 DIV 也得改成1000 好 这次就能看见了 可能被刚刚粘着了 刷新一下页面 什么在这 右键单击 火狐乱器 右键单击 好 没出来 出一段问题 我看一下哪 出问题了 好 这个问题 我们先在这 这COTEC属性写错了 咱应该是 不叫这个 应该是 CONTFT COTEX MENU 找错了 应该是找什么 找菜单 是不是 好 来 我们打开略器 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呢 在这方面 注意点右键 看不下 这什么东西 是不是多了个 C21 你看我点的时候 弹出去的话 这是C21 是不是 好 为了减得更明显 这不叫C21了 我是一个 寂寞 是不是 寂寞 不是寂寞 寂寞 好 刷新一面 刷新 然后我们右键 点击一下 注意C21 是不是弹出 我是个G1 是不是 说白了 就是什么 就是往系统里面 内签一个菜单 那你看 注意前面 这个小图标 看见没有 是百度的logo 是不是 我们刚刚 晓得百度的logo 所以这一块 小图标 就是百度的logo 我们刚刚指的 远程路径 好 那当然你说 布置行不行 没问题 你看是不是 很多都没有 是不是 很多是不是都没有 小图标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 这最后一个有 是不是 好 那最后 这个上 是什么 手段去插件 我们这块可以什么 自定义 用JavaScript 定义一个命令 然后执行先的方式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 MENU命令下单 好 这个命令 插单之后 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几个 还要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这个Meter 标签和Progress标签 好 Meter 这干什么用的 我们把这个挂了 我们直接用什么 直接用那个列包 看就可以了 好吧 来Meter标签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呢 Secretion区域下面的 在这 把这个命令 再也结束一下 再也结束一下 HR标签 下面看一下这个Meter Meter标签 Meter标签 是不是状态 我说是状态条吧 Meter 好来 注意这些标签 我啥都不行 看有没有效果 刷新一面 是不是有效果 是不是 卡了 一个卡了 好 Meter标签没效果 是不是 Meter标签 需要写点东西才行 需要写点东西 好吧 好 那需要写什么呢 首先需要他要注意几个属性 注意这是 需要他注意几个属性 第一属性呢 叫MIN 设置最小值 比如说我设置他等于什么 等于0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个最大值 MX 等于10 好吧 设置成10 相定的还有什么 当前值 是Value来设定 Value设置当前值 比如当前值15 是不是 好 当前值15 来 再看一下 一面中有没有东西 刷新一面 没出来 没出来 这块可能是 这可能 DWG DWG 记错了 好 斜个 DWG 刷新一面 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CodeHTML5 CodeHTML5 没问题 我看咱是不放错地方了 Secution标签 MMENU 这块出啥问题 我看一下一面 怎么变长 在这呢 是不是管一下 在下面 是不是 它产生这么大的文本距离 为什么 忘了个事 啥事呢 咱刚刚在写 这个DIV的时候 忘了个事 上面是不是 最外框也是DIV 而且我们还给的 负了什么 负了高度 是多少 是不是以前呢 所以咱这块 把这个DIV换一下 不然会被一面点去 所以我们这块 这个DIV呢 改成一个SPM标签好吧 SPAN标签 然后呢 后面继续写 SPAN标签 然后呢 这次回来看 下面有没有 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 你看一个什么呀 一个像进度条 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 但中间 是不是处在中间 绿色的 旁边是白色的 说明哈 现在是50%的距离 是不是0到10 中间是5 你看我改个值 我改成什么 7 刷新 是不是变成7了 是不是 但是 对这块 注意哈 META标签 它不是单标签 它的确是双标签的 斜杠 METR 的确是双标签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三个属性之外 还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呢 LOW 是不是Log的意思 是不是 表示什么 表示低吧 是不是 好Log 假设 3以下算低的 那是不是有低就高 HIGH 假设什么 HIGH 假设7以上 就算高的 你看这写的会有什么不同 看看会还是原来的颜色吗 来 现在是不是7 你看我刷新页面 绿色的吧 你看到我把值调成8 刷新页面 是变黄色了 是不是 说明什么 我8超过了高度7的警告线 说明什么 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状态 或者说一个非什么 处于一个警告状态 那你看我设置是不是3是一个最小值 那我设置是个2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个警戒状态 是不是 黄色 是不是 只有处于什么 3和7之间的值 它才显示一个正常的绿色 这SMETR标签使用 你看像什么 像不像一个温度计一样 低于多热度算很低 高于多热度算很高 是不是 都会低温警告 或者高温警告 是不是 好 这是METR标签 主要是做一个什么 温度计的作用 主要做一个温度计的作用 或者什么 气压计之类的 好 那 还有一个我们说是叫什么 PROGESS 是不是 好 它我们说什么 是不是进度条 是不是 PROGESS Progress 它才是真正的进度条 那进度条该怎么使用 主要借助它的属性 它的属性就比较简单了 只有两个值 一个叫MAX 一个叫VALUE MAX是不是最大值 是不是 那VALUE是啥意思 是不是当前值 是不是当前的值 说白了 进度条只能什么 从零开始到什么 到100 是不是 那你要分10个也可以 所以MAX决定着你进度条的最大方式值 比如说写个100 那你当前的VALUE值 就写什么 写50 表示什么 安装了一半 是不是 进度到一半 来我们看下一面 刷新 好 你看 是不是进度条一半 是不是 一半灰色的 一半什么样 一半深灰色 一半显灰色 是不是 安装到一半了 你看我再改个值 我改了给你这个90 是不是进度条就变了 当它到100% 是不是就安装成功 是不是 来100 是不是就安装成功了 相对的什么 我可以给他写一个小例子 叫ID 等于什么 叫PRO 行不行 叫一个项目 然后用Jarscript控制它 来写个小胶本吧 S1R IPT 写个整个本 试试 紧坐也是 紧坐参考 S1R IPT Script 好 首先获得它 VAR PRO 等于 DOCUN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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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套上括号 我要直接让他一秒钟加一个进度好吧 一秒钟加一个进度 FUNCTLN Function 定一个匿名函数 然后呢 一秒钟用一次 1000毫秒 刚好是一秒钟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PRO什么呀 点二 Value 加等于 一 糖块 那我们初始值是应该的 或者是什么 初始值算是0啊 来0 您看一下 刷新页面 好刷新 一秒钟 两秒钟 没变化是不是 没变化 可能我们这块呢 获取错了 PRO getDoc Doc Doc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PRO 没错啊 获取到他之后呢 SetInterval SetInterval 等于Function 匿名号数 PRO.Value 加等于 这写说Interval 是不是 R-M-T-E-R Interval 来刷新一面 刷新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它动了 是不是 你看进度条 是不是在动啊 是不是 这个动得慢 咱可以让它快点动 好吧 让它 一秒钟动十字 刷新一面 是不是产生一种 安装进度的效果 是不是 那这就进度条了 假设什么 你再判断一下 当它安装到100%的时候 提示成功 或者执行下事务 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我们的 是不是用个小脚本 是不是用小脚本 让什么 让这个值 从0一直进 什么 进直到100 是不是 加到100 显示一个什么 是不是类似于安装的过程 再刷一边看 是不是类似于一个 加载或者刷新的过程 是不是 那这就是Meter标签了 刷新或者加载使用 好吧 好 那我们的 Web应用标签呢 这两个就讲完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要讲的是 Details Details 前面Details 我们说 真的比较要讲 是不是 那Details 这块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作用 其实也不大 没发现什么 太好用的地方 来 斜杠 不是AX 主题结束一下 然后呢 DETAILS 斜杠 斜杠 DETAILS 我们说了 这个列表跟谁用 跟谁打多少用 是不是跟DD和DT 是不是 所以DT 然后呢 斜杠 不是DD 斜杠DT 斜杠DT 然后呢 是不是DT 好 DT 好 斜杠DT 好 这里边 注意DT和DT 它一个是问题 一个是描述 是不是 来 好 叫什么 叫 这是一个问题 那什么是问题呢 To Be Or 是吧 Not To Be Not 写错了 Not To Be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吧 来 你看一下页面会写什么效果 可能它写的不一样 来刷新页面 页面中出现一个详细 信息的按钮 是不是 是你点开的 这是一个问题 ToBe OrNotToBe 但你可以写什么 你可以写多个问题 是不是 好 来 咱复制一下 签换一下 咱复制一下 这个问题 时间不多了 咱就 赶快结束一下 好 通常时间太长了 来刷新页面 来刷新 是不是详细一下 一点开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 ToBe OrNotToBe 相对应的可以给什么 加上一些连接 加上一些连接 这样是不是实现一个什么 JS的效果 是不是 我们以前写中效果 是不是像JS 让他不点的时候写 是意见 是不是就写得出来 是不是 好 那这就是详细信息应用 我们对这个样式 注意 我们对这个样式 无全修改 这个样式 本身是有浏览器内嵌的 我们只能 我说什么 我改变下字体 那可以 你说 你想把这个样式 下单样式改变了 目前来说 还是不现实的 好吧 目前来说 这不现实的 好 那么这个标签 介绍之后 我们就看最后一个 最后两个了 一个什么 一个是注视标签 一个是mark标签 好 那注视标签怎么用呢 我们说了 注视标签 足够三个吧 是不是 好嘞 肩块 RU HR 结束下主题 HR结束 然后呢 写个注视 叫 首先给大家写个字 好吧 看大家认不认识个字 这个字 大家平时应该是 不知道读什么 是不是 好 那很多人读什么 又读粪的 是不是 又读大川的 是不是 好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怎么读 好 要给这种生批字 加上注视的话 怎么办呢 简单 来 斜杠 RU BY 把字放进去 这个字怎么读 好 这个字实际上读广 那我们是不是对很多 这个字是不是很多人不认识 你得给它加注视吧 那怎么加呢 好 注意 加注视 正常情况下 用RT就可以了 RT就可以了 斜杠RT结束 RT标签表示加注视 比如说什么 可网狂 是不是 来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边 是不是你看 广字上面多了一个音标 看到没有 广字上面多了一个什么 拼音注视 是不是你看 选择不对 是不是多了个拼音注视 好 那这种注视 就是由我们的注视标签 扎上去的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IE浏览器 可以完全的认识 不是IE sorry webkit那根浏览器 也就是谷歌 Failfork 谷歌和Suffer 可以完全认识这种方式 但是 open和火狐 不认识这种方式 来我们看一下 open火狐 open 好 不用它默认 来 打开一面 刷新 好 你看 open浏览器 它不认识吧 是不是 是不是不认识 广字这种注视方式 你看 它不认识的方式 什么呀 还在右边写 这样是不是容易把什么呀 容易把这个注视的这个拼音和本身内容搞混呢 那我们怎么样解释解解解解解解问题 是不是如果不支持这个标签 我在旁边加块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来 对解的办法 你如果不支持怎么办 我在外边给你加一个块 你不是注视吗 我在外边给你加块 RT 我们加块 可以吗 好 来注意 open浏览器看起来 是不是没问题了 这一看就是注视的意思吧 但是 还是有问题 你反过来来看我们是吧 webcam那颗浏览器 也就是谷歌连器 或者是什么 列宝 Suffer 来 广子后面多了个夸号吧 那这个夸号你需要吗 是不是对于支持的论址说是多余的 那我们就想办法给什么 给它去掉 那去掉的方法就是用什么呀 我们另外的一个注视标签叫rp 它是专用来注视这个夸号用的 好 rp表现 专门用来注视夸号的 斜杠rp标签 后面是不是还有夸号啊 所以呢 后面还有一个rp标签 斜杠rp标签 好 那到此为止 我们的注视结束 来刷新页面 好 支持注视的页面 不写是夸号 而不支持的页面 会在后面一个夸号的形式 加上什么呀 注视 这样是不是很清晰 不支持的有夸号扩起来 而支持的也不需要夸号了 在上面写的时候 是不是 好 那到此为止 我们的注视标签的三个 是不是都用完了 看整个结构 Ruby Ruby标签 里面包含着字 那字后面什么呀 用rt标签来包含它的注视 假设说 浏览器不支持rt标签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要加夸号 那夸号这种东西 加上去之后 在支持的浏览器中 会出现什么呀 显示的问题 那我们用rp标签 把夸号再注视掉 是不是 让它支持注视 就不写是夸号 不支持注视 就写是夸号 让什么 支持和不支持 浏览器是不是都解决 是不是 好 这是注视标签 那剩下最后一个标签 叫mark标签 是不是 mark标签 mark标签 好 mark标签 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现在上面写一句话 好吧 好 写一句话 这句话呢 写什么呢 好 写 但是这句话 注意是有用 不是我说的 叫 女人 就 女人什么呀 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事情 喜欢 做的事情 就是逛街 是不是 然后吃零食 然后逛街 然后什么呀 吃零食 是不是 偶尔还会什么呀 呜呜的哭吧 是不是 哭哈 来 回车 咱写短甲 回车 或者不然看不清楚 于是 总 结了 下 女人 就是什么 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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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来了 逛街的逛 逛 吃 逛 吃 逛 吃 逛吃 是不是 还是吗 呜 什么呀 火车开动了吧 是不是 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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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火车跑了 是不是 好 那为了把这个 最喜欢做的事情 给它加重点 我们为什么 让大家更注视 这个字 怎么办呢 好 以前是不是可以加什么呀 粗体 血体 是不是 好 那我们HM5表签 就多了一个什么 不加粗体 也不加鞋体的 叫mark表签 做一下标注 来 把最喜欢做的事情 标注起来 斜杠 mark表签 MARK 好 刷新页面 来看一下 刷新 是不是 女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默认以一种 黄色背景选中状态 显示了 是不是 好 那这就是mark标签 的作用 以什么 以黄色选中状态的形式 显示出一个文本 主要什么 主要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主要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好 当然我们这块 多了个mark标签 A9V9视频 音频标签 还有我们的智能表单位的介绍 今天只是对一些什么 常用的标签 和结构性的标签 做了一下介绍 那剩下的结构标签 我们会在以后的课堂 课程里边 会逐渐给大家详细介绍 好吧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PHP 老大图伤悲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HP 春远不学巧处处学PHP 在庭院做礼物 在庭院学习学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不难回首 那人正在学PHP